哈喽 今天是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薇 美国股市周三全线收高 今天的美联储利率决议整体来说没有太大的意外 基本是符合温和鹰派的预期 维持利率不变后 在声明中美联储再次强调了可能很快就会放缓购债 但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信号 那现在宣布缩减购债的时间就需要等到11月初或者是12月中旬了 这符合之前市场的预期 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情绪 当然如果要说鹰派的话 那主要就体现在了点证图上面 这次的点证图又一次将加息时间的预期是提前到了2022年底 那需要注意的是 分歧依然是很大的 现在支持和反对明年底旧加息的委员是各占一半 同时再次强调了 缩减购债并不是加息的直接信号 可以说尽管确实比之前要更加的鹰派 但依然没有逃离利率正常化的预期 因此我觉得还无法对股市带来太大的压力 那通过这次美联储给出的态度来看 市场紧张的情绪是有望缓解一下 所以11月之前 也就是10月份的时候 美股市场应该还会迎来一些买盘的支撑 各股方面 昨天在财报爆雷之后 Fedex 也就是联邦快递 今天的股价是开盘后就跳空暴跌 那跌幅最终是超过了9% 再创了年内的股价新低 很多朋友也在问Fedex这支股票财报爆雷后 前景是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就是现在的价格可以抄底吗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Fedex这支股票 如果仔细看了昨天盘后Fedex的最新财报 那给人的感觉就是 今年剩下的几份非农报告可能都会表现得令人失望 而且也会改变人们对物流快递行业的一些关于疫情的看法 那从收入和盈利方面来看 收入表现依然是超过预期的 但是已经连续两个季度的盈利表现都是低于预期的 这就展现出了成本压力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那我们通常想到的是 疫情期间电商的快速发展和各类运输业务的需求旺盛 对于这类物流快递行业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那这样的预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这也在Fedex的营收数据中是得到了验证 过去一年中 Fedex季度收入已经连续四个季度都保持在200亿美元之上 那体现出了市场的强劲需求 也帮助他们的股价在5月底刷新了历史新高至319.90美元 但为何之后股价就一路下跌 目前已经从高位回落接近30% 其实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这个轨迹和美国非农报告展现出来的就业市场的场景是非常相似的 5月份公布的4月份非农报告是开启了年内意外暴冷的序幕 也正是从这之后 Fedex的股价就开始了这次的下跌行情 接着我们就看到了5月份非农报告的连续暴冷 虽然说6月和7月的非农报告重新恢复了强劲的表现 但是最新公布的8月份的非农报告是又一次意外疲软 这里面都显示出 虽然市场需求保持旺盛 可以给Fedex的股价带来帮助 但随之而来的就业市场的疲软 也会增加这类快递企业的用人成本 而且这个成本还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最新公布的这份2022财年第一财季的财报中 光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就导致了Fedex在盈利方面 一个季度中就损失了4.5亿美元 要知道2021财年全年的净利润是52亿美元 可以看出这个比例有多大了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疫情对于物流快递行业是有利有弊的 业务需求的增加 伴随着的是用人成本的攀升 毕竟虽然Fedex这样的公司也在积极地去探索无人运输的可能性 但在真正的落地全面运用之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物流快递服务还是要依靠大量的人力去提供的 所以就业市场带来的拖累 可能会限制他们股价的上行空间 Fedex估计的是 由于无法找到劳动力 现在已经有多达60万个包裹的投地需要重新安排 快递处理能力的瓶颈 就会令他们陷入到一个年底假期消费忘记到来时候 即使有钱也可能赚不到的困局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 Fedex这次还下调了今年整个财年的盈利前景 将每股盈利是从之前的20.5至21.5美元 下调至了19.75至21美元 同时还警告称 随着人们重返实体店购物 电商需求可能会放缓 但是回到他们的投资前景的问题上 关键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这些盈利问题有没有影响到公司的长期基本面 还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习惯的力量 没错 电商需求估计是很难维持在疫情期间这种高速的增长状态 但这并不代表人们的购物习惯就会完全退回到疫情前的状态 那电商的发展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因此呢 Fedex这样的物流快递公司 可能依然是处于十几年来最好的发展周期中 他们也在通过扩大航线 专注于电商来扩大快递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那Fedex地面快递的投递量呢 在2021财年结束的时候 已经比了疫情爆发前的2018财年增长了大约50% 超过了他们整体快递和货运业务的增长 这是一个好的变化 因为地面快递投递的经营利润率 是要比货运等业务高得多的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 即使盈利受到打击 但最新一个季度中 Fedex的经营利润率还是达到了6.8% 过去12个月呢是6.51% 而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则是6.08% 因此呢 就业市场疲软导致的用人成本极深的问题 我觉得目前来看 还不会真正影响到Fedex的长期基本面 而且刚刚也说到了 疫情是有利有弊的 但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利还是大于弊的 而另外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到 好股票也要有好价格 那通过刚刚的分析 我依然会觉得财报展现出来的这些问题 还不至于影响到Fedex是一只好股票的判断 而现在的价格呢 又确实是一个好价格 所以针对有朋友问 现在是否能够抄底的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是 虽然现在230美元附近的价格 是否就是一个真正的底部 还不好说 因为今天跳空暴跌之后 已经跌破了之前那波大涨势的 38.2%回撤位 237.26美元 这个关键的支撑 那存在进一步下探 211.63美元的可能性 但考虑到估值方面 它们的远期市盈率已经不到10倍 市销率呢 只有0.73倍 而市进率也只有2.53倍 另外呢 根据未来五年收入增长预期的 现金流贴线模型来看 现在的合理股价呢 大概是在309美元 而24位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12个月平均股价预估呢 是328.57美元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不到230美元的价格呢 对于看好这只股票的朋友 已经算是一个可以开仓的价格了 但如果还是担心风险的话 那就可以等待股价下探211.63美元 或者呢 重返了237.26美元之后再做打算 那明天在经济数据方面呢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加拿大的零售销售 同时呢 还可以重点看一下 美国的初请失业金人数 这对于美国就业市场最新的情况呢 将会有一个直观的反应 另外就是明天也可以关注一下 英国央行的利率决议 也能帮助我们去判断 整个市场的宽松环境 而在财报方面呢 明天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 就是有耐克的财报 以及Costco的财报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 CMCMarkets和老虎证券队 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 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有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 以及正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或者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咨询详情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 我们明日再见